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均衡饮食就是在食物多样化的前提下 调控我们三大营养数的功能比 简单的说就是每天摄入12种以上的食物 正确的选择主食 食量优质蛋白质 多吃蔬菜与水果 研究表明低碳水化合物的饮食 均衡的饮食或者低脂的饮食 与对照主进行了比较 我们结果发现六个月时与对照主相比 所有饮食的模式都能使体重减轻6到8公斤 那么水访12个月的时候 平均减重均比水访6个月的时候少了1到2公斤 不同饮食模式之间的减重效果 差别是很小 那么由于过于限制某一营养数 可能会造成微生素等营养数的摄入不足 以及可能发生之前我们提到的 酮症酸中毒等等 所以我们比较推荐的是 确定每个人的基础代谢和能量消耗 根据实际情况自定减重计划 确定了每天的总能量之后 下一步就是进行具体的食物总类和分量的搭配了 也就是我们明床营养师所说的编制食谱 刘老师 我同学已经坚持800千卡一个月了 为什么还是瘦不下来呢 你说说他具体吃的都是些什么食物呢 他喜欢吃甜食 但是能量绝对是控制的很好很精确的 每天只有800千卡 卡路里是用于计算能量的单位 1000卡或者一大卡 相当于将一公斤的水 在一个标准大气压下 身高一摄氏度所需要的能量 所以卡路里是一样的 但含有相同卡路里的食物之间 可能确确实实有好坏之分 之前我们也提到了 减重的常见误区之一 就是对能量守恒定律的一个错误理解 并不是少吃多冻就能够减重的 我们的身体是随时根据外界环境调整变化的 在任何一个瞬间 只要能量来不及被身体消耗掉 它都可能变成脂肪储存起来 因此发胖是每分每秒都发生的事情 那么正确理解的能量平衡应该是 能量进入身体的速度等于能量被消耗的速度 想要控制能量进入身体的速度有两个办法 第一是多选择全穀物 蔬菜水果 同时尽量控制金白的米面和添加糖的摄入 第一课时我们也提到全穀物可以增加饱腹感 还记得第二课时吗 血糖水平会随着金字的穀物和添加糖的快速消化 而发生明显波动 从而使人感到疲惫 食欲失控 第二是改变进餐的顺序 进餐的顺序对于饱腹感的影响很大 减重的同学应该是饭前喝菜汤 吃一大碗水煮的蔬菜 最好是少油的绿叶蔬菜 再把鱼肉蛋豆类的小盘子拿到面前 把米饭馒头等推到远处 吃一大口菜配以小口饭 我们大学生大多数没有自己做饭的条件 在食堂吃该怎样才能减重呢 因为每个人的营养方案都是个体化的 先说具体分量吧 从食物的种类和烹饶方式来说 早餐我们可以选择馒头 或者全麦面包 加一个煮鸡蛋和一杯牛奶 或者无糖的豆浆都是可以的 午餐和晚餐的主食 我们可以选择煮玉米 或者蒸紫薯红薯山药 荤菜和素菜尽量选择油少的 我们可以用一根筷子垫在盘子底下 尽量把油过滤掉再吃 特别注意现在好多同学都会叫外卖 你汤面和盖饭居多 里面可都是金白米面 应该尽量选择有少一点的 另外多点一份蔬菜 如果肉太少就加一个鸡蛋或者一杯酸奶 另外外卖的主食吃八分饱就可以了 不要给多少就吃多少 在我们的减重过程中 有几种食物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减的 可谓减肥必备的食物 包括一盒250毫升的牛奶 一到两个水煮鸡蛋的蛋白 500克的青菜 50克的瘦肉 50到100克的豆制品 在控制了总能量的前提下 每天要保证上述食物的摄入 才能确保身体的正常的运转 并为减肥提供一个可持续的良好的状态 需要注意的是 我们提供的个体化的减重的食谱 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除了要遵循同类食物等量复换的原则之外 还要根据减重的进度来进行定期的调整 刘老师 那么减肥期间我应该怎么运动呢 之前我每天抱走两万步 膝盖都走痛了 听说运动的时候 缠上保鲜膜效果会更好 是真的吗 傻孩子呀 减肥是一项系统工程 功课做足了才能开始哦 牛汉和减肥之间是没有半点关系的 流汗只是意味着你的身体在帮着自己降温而已 每个人流汗的程度是不尽相同 保鲜膜的作用是提高局部的温度 增加一个排汗 目前还没有研究表明提高温度可以促进脂肪的消耗 而排汗带来的体重减轻也只是由于失水而非减滋 脂肪燃烧仅仅只是一个比喻 身体热了烫了 并不能说明脂肪是在燃烧的 2017年瑞典研究团队发现 骨骼中的骨细胞可以感受到机体重量的变化 当机体体重增加时 骨细胞可以感受这一变化 刺激下丘老抑制食欲 降低脂肪含量 以及改善血糖水平 与此相反 当体重减轻时 骨细胞又会促进机体食欲 增加脂肪合成 显然长期久坐的时候 下肢骨细胞的感觉就是 机体太轻了 需要食物和脂肪 所以同学们 别坐在电脑面前了 赶紧起来活动活动吧 科学的运动配合合理的散食 确实可以达到减重的目的 运动在减重中 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那么哪一种运动减重最合适呢 由于肥胖患者BMI基数大 脂肪过多而肌肉力量不足 建议肥胖患者在专业教练的指导下运动 以避免运动损伤 比如跳跃类和下蹲 要力量和体重匹配 运动的生物力线对齐才能做 肥胖患者适合做低冲击有氧运动 低冲击运动是指对关节压力较小的运动 如椭圆肌 自行车游泳 尤其是自游泳对膝关节压力较小 另外为减轻腹部脂肪可能造成的下背疼痛 肥胖患者还需要加强一些核心训练和下肢稳定性的训练 例如电上运动中的普拉提和健身球的核心训练和下肢训练 对关节压力小是非常不错的运动方式 即使没有显著的体重减轻 运动对肥胖患者也有一些益处 运动可改善血糖控制和胰岛素的敏感性 并可降低二型糖尿病 42%的发生风险 有氧运动对改善血滋 体成分和血压均有益处 长期运动能够减少更多的腹部脂肪 习惯性运动和健身与关心病与死亡的风险 是成明显的互相关 刘老师 通过调整饮食和运动来减重 健效实在是太慢了 可以施减肥药吗 感谢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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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